28岁的TVB新晋男神渝德成 Dixon前往T足球期间 突然身体浮识离场休息 不久便昏迷 被送往医院深切治疗部 ICU抢救 情况一度危怠 Dixon的母亲连日来前往医院探望时 都显得忧心忡忡 一直未有回应记者提问 于德成经纪人昨晚回应传媒 趁Dix仍在观察中 一切也要等待医生报告 所以未有任何回应 亦希望不要再有胡乱的猜测 另外于妈妈 亦感谢Dix各方好友的关心和慰问 极辛苦 各位传媒朋友 谢谢大家 至今晚终于传来好消息 于德成妈妈向传媒发光开信 表示于德成已初步苏醒 全文如下 至新闻届各媒体 以及Dix各方好友 感激玛丽医院上下对Dix悉心照料 同时连日来感谢媒体 Dixon好友朋友们 有你等对Dixon关心及祝福 大家辛苦了 作为Dix家人 得到这样支持 非常感动 今天传来医生的好消息 Dixon已经跨过难关 初步苏醒 迈向康复最重要的一大步 目前 Dix需听从配合医生指示接受治疗 我们也需要跟从医院建议 避免Dixon和在ICU内其他病人受到额外感染 令病情恶化 所以现阶段无法接待大家探访 情非得已 希望疼爱Dixon的各界好友明白体谅 多多包容 等日后Dixon能康复全域 才跟大家见面 我而Dixon一向有非常正面能量 斗心顽强 一定会再跟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祝福 于妈妈上下年28岁的余德城市运动健将